小可爱们,上课啦!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道球涂色部分的面积 如图平行四点形的面积是120平方厘米 它的底分成了三等份 要求这个涂色三角形它的面积 那既然它的底分成了三等份 说明这三段底是不是相等的 那这三个三角形它们底一样 那它们高是不是也一样的呢? 是一样的,而是做出来 这一条线连长出来 这里再画一条垂线 诶,这一个就是这三个三角形的高 好,那它们这三个三角形 它们的面积就相等了 因为它们的等地很高,对不对? 好,那我们如果可以求出 这整一个大三角形的面积 然后再来除以3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 其中一个小三角形的面积 那这个大三角形的面积 很明显是这整一个平行四点形面积的一半 所以我们先拿120除以2 求出这个大三角形的面积 就是60cm的平方 那我们知道大三角形的面积 就等于20cm的平方 出去吧,你听懂了吗? 有写多的一格已经是大三角形的面积 如果不像大三角形的面积